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在12月1号前往北京 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谈 米歇尔先前被中方片面取消进博会上的致辞 习近平随后又在G20峰会跳过与他对谈 改而与各个欧盟国家领导分别会面 米歇尔几个月来尝试安排会晤习近平 现在各界都关注两人接下来的互动 欧盟官员透露米歇尔此行访中的重点议题 会是北京当局对乌俄战的立场 还有中国本身对台湾构成的威胁 中国始终拒绝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再加上台海局势跟各种人成争议 让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持续处于低点 欧洲议会先前在闭门会议达成共识 要一面跟中方持续贸易沟通 一面降低对中依赖 在美国大力拉拢欧盟抗中时 几个与中方有重要贸易往来的欧洲国家 如何平衡战略 并让欧盟内部在对中关系上团结一致 将是主席米歇尔的关键考验 欢迎新闻的新闻 组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 请订阅按赞